道琪终于见到了黑组织的老大 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人正是在国内负责失踪案的警长 没想到韩国已经黑暗到了如此地步 自从林女士带人闯进诈骗窝点后 分队头领带着道琪和其他被拐卖的人逃到了总部 在这里道琪终于见到了黑组织的老大 他很快用眼镜将图片传给了国内的小安 小安看到却愣住了 此人正是国内的警长 道琪得知后震惊不已 随后一行人被逼着写下一书 黑老大为了掩盖罪行 竟然想在他们写下一书后处理掉他 此时一个男孩晕倒在地 道琪认出这正是失踪的东在 一场恶战不得不开始打响 各种兵出身的道琪一个打十个犹葬 来房间增援的小弟们全部被他打 黑老大见状准备带钱跑路 此时老崔一行人及时给道琪送上摩托车 他逃他追 他插翅南飞 终于汽车驶入一处游乐场 无路可逃的黑老大只能跑上楼顶 小安告诉道琪 楼顶没有路 黑老大在劫南逃 然而道琪刚追到楼上 一把手枪就对准他的胸膛 道琪一边故意激怒一边试图靠近 正准备一把夺过他手中枪式 凄厉的枪声响起 然而镜头一转 倒地的竟是黑老大 到期望着远处若有所思 黑老大的背后 究竟还藏着多大的神秘势力呢 案件最后 当地的诈骗总部被一举刀火 相关人员也被派请回谷 而父亲也终于盼回了自己苦寻一名了 两人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世上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分开 他那么越来越 occup拆了 重量的